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好 当然很寒冷 但是阳光如此沉烂 忍不住做一切点点今天事 当然我有理由做得不要那么长 因为不能太辛苦 每一天帮助点点今天事拍字幕的网友 虽然阳光灿烂 心情其实还是 并不舒坦 因为今天是赵紫阳先生的忌日 一还眼 十四年过去了 十四年之后 赵紫阳先生仍然不得安息 赵紫阳先生不安息 中共就没办法安逸 今天在北京它的固执 很多的平民老百姓 没办法实现他们的心愿 在这一天 去向赵紫阳先生 表示敬意 但是几十个 不止 几百个警察 阻止了他们 没办法实现心愿 这种情况是十几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中共似乎也有道理 因为每一年逢到久的 每一个时间逢到久的这个年头 中共似乎特别的紧张 在1988年的时候 我在北京的金方宾馆 跟很多朋友一起开一个会 那个会 当时候就预见到了 1989年可能出现大危机 因为1989年 有很多的9999 是历史的记忆 而历史的记忆有时候 已经满在历史的成来中间 但是当政治不稳定的时候 这个9 就成为了一个重新放行人们集中政治力量的信号 一晃30年过去了 到了1989年 1989年是六四大屠杀 30年 还有很多年 中约战争20年 还有很多纪念日 就是30多多年 对于中共来讲 不仅是这些年 好像1988年 好像1989年 情况真的是很不妙 经济的下滑 社会的失控 整个的人们的心里面 好像都在期待着一种变化 又好在担心某一种变化 所以2019年 对于习近平来讲 很多用了一个词 叫围局 不知道 这个围局 将会怎么收场 有一些事情 是可以预见的 2019年 1月17日 那是赵浩子昌的忌日 那是可以预见到的 2019年的6月4号 那是可以预见到的 2019年的10月1日 那是可以预见到的 紧张的日子 当然还有很多的 紧张的日子 但是有很多事情是预见不到的 它只是很巧妙地跟这些符号连接在一起 中国只要一天不走向法治 中国只要一天不走向民主 社会的动荡就永远存在 危机就永远存在 2019 我不知道这一关能不能过去 即使过去了 明年一样的是危机 你就看一看 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 政治斗争是多么的残酷 在民主的机制 如此成熟的国家 政治斗争都这么残酷 你就想一想 没有规则的中国 这个政治斗争又是怎么一个形态呢 人们说 哎哟 民主有了问题 是的 民主是有了问题 难道专制可以解决民主的问题吗 那是不可能的 就像早几年 华尔街出现了 占领华尔街运动 我去了一些包围华尔街的地方 抗议事务的地方 不只是纽约的华尔街 在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机会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慨 这个感慨就是什么呢 华尔街是罪恶之界 是应该占领它 是应该去逼迫它去改变 但是问题是 如果没有华尔街 又能怎么样呢 难道回到社会主义去吗 所以我们讨论民主社会的问题 不是为了专制政权去辩护 而是恰恰相反 是要修正民主社会的问题 民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恰恰是通过公开的政党集中 通过公开的民众的参与 进行的政治的博弈 最终能够找到大家的共识 最终能够避免国家和社会大的危机 而专制社会呢 它有能力把一切的问题 在它的暴力的掩盖之下 但是它一旦爆发的时候 它也是以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那些政治人物就不是那么简单地进监狱了 很有可能就有更大的威胁 所以专制政权它始终不能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何时何地安全着陆的问题 而对于民众来讲 也非常清楚 这些年这么多的专制政权转型的过程中间很不顺利 说明专制政权积累的问题 不可能通过民主社会的转型一下子就可以解决 但是你说专制社会不往民主社会转型 又往哪里去转型呢 民主政治也好 专制政治也好 是政治就是权力斗争 所以很多人业务政治就是业务权的斗争 其实权力斗争就是力量的博弈 通过力量的博弈 找到一种结局 找到一种方法 所以 厌恶权的斗争 实际上也是厌恶利益 你能够厌恶利益吗 很多的利益的分配 很多利益的浮起和丢失 就是和政治有关了 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政治 而政治的核心 就是权力斗争 所以我早些年 从事权力斗争的研究 从事人与人之间 打架的研究 我的一些朋友就批评我 哎呀 你有时间 能不能不要研究这么庸素的问题啊 你能不能研究一些 以你的水平 以你的能力 你应该研究其他东西更有成就啊 哎 我觉得人类啊 现在最根本的问题 还是一个打架的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政治 不够进化 不够文明的问题 如果把打架的问题都研究好了 那其他的事情 是不是更加顺畅一些呢 对吧 但是其实 人们讲是这么讲 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喜欢高雅 不喜欢低俗 因为权力斗争确实低俗 但是实际上真正权力斗争来了 大家又兴致扑破了 又开始看 他这些人是怎么打架的 对吧 你看最近 陕西这么一个地方 比如说大家也不是怎么特别关注吧 对不对 突然之间大家关注起来 因为大家希望通过这么一个打架 这么一个权力的博弈 这么一个斗争 能不能找到一个政治变化的轨迹 要讲起 这一次的陕西这个事情 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西洋事变 但是这个西洋事变变得怎么样 现在大家还在传说之中 还在推理之中 其实那一天 是15号吧 还是16号 好像是15号 对吧 原来的陕西省委书记 赵振荣先生 被抓了 对吧 他这一次好像没有跟他讲 是跟哪几个女人有关系 哪几个腐败行为 好像没有这么明确 能够看到的罪行 能够涉嫌的可能对他的指控 主要是讲他呀 没有执行习主席的指令 所以很多政治评论家就开始解释了 这是习近平为了政治立威 反腐败已经取得了压倒的是胜利 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对公 还是有一些不认真执行习主席的指令 所以 赵振荣你就是做一个批示 你执行不得力 也要把你拿下去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嘛 对不对 这个里面牵涉的后面就是利益嘛 就是权力腐败的整个的关系网嘛 其实在那一天 3月15号 同时还抓了不少人啊 想一想 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因为中共现在也没有公布 也许抓了以后还放出来 也许就进去了以后就出不来了 一个是叫陈国强 陈国强是什么人 陕西省的副省长 还有两个人 还有两个人 一个人叫 想一想 是叫陈俊 没有讲错了 反正是个女性 女性官员是商务市委书记 当过商务市市长 还有一个是贼斯虎 陈西省的劳动资源 人事资源厅厅厅 是陈西省组织部的常务部长 这两个人被抓了 也没有公布 那么这三个人 跟这些案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要讲起了陈俊 就是商务市委书记 希望我名字没讲错 陈俊这个女士 她是商务市委书记 商务人 商务的首脑 那么她会跟谁牵扯在一起呢 跟魏明舟联在一起 因为魏明舟联织就是爬升上来的 爬升上来 一步一步升上来 都打上了令计划 更重要的是打上了赵乐际 然后就成为了赵乐际时候的一个大关键 而这个 陈国强呢 陈国强 安徽 苏州 是叫苏州还是苏什么 是谁的老乡 是赵中荣 赵中荣的老乡 那么她这个老乡 本来她不是 把她呀 赵中荣把她从安徽 调过来的 她本来就在西安读书 本来读书吧 就是一个 没有什么太大机会的 这么一般性的官员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她攀上来 来了一个政华委书记 来了一个后来成为副省长 后来成为省长 后来成为省委书记 陕西一号人物 这个老乡就起了作用了 所以她那个时候 跑到美国 新英文京大学 进修了三个月 三个月还是六个月 反正还好意思写到简论里面去 到这些美国的大学 所谓进修 还有带一个翻译 带一个秘书 甚至有的带一个厨师 省委啊 人事厅呢 都拍一拍这样的 给这些官员来进修 所谓进修就是到 到中餐馆去吃中餐 然后去 到处赌场混一混 一下子几个月就过去了 然后解力上有这么一个 一个经历 但是陈克强有了这个经历以后 诶 他资源有了帕生的本钱 然后他就一步一步 升上来了 身为陕西省 政府的 副秘书长 后来还是陕西省的 政府的 陕西省政府的秘书长 一个魏明洲是神委秘书长 一个 乘过奖 是省政府秘书长 你看两个大官家 两个大官家在一起 你就想 那个时候的天下 先是赵乐际的天下 赵乐际把天下留下来 自己进京了以后 把天下留给了他的搭档 赵正荣 赵正荣当然是一手拆贴 对不对 还有魏明洲 周永康 令吉华 这一批一列的 这个关系 再加上后来赵乐际 加上栗战书等等 那当然最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 就是习近平 所以陕西这几年 那是真的是 这个 有一个词 反正就是 陕西和浙江和上海和附近一样的 升官 这个很容易 一个一个从陕西开始调过去 因为背景时代他讲了 对不对 先有魏明洲 采上令吉华这些人 后有赵乐际 后有栗战书 有习近平 你说这能不升官吗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后面 有一个布局 有一个网 如此同时 也在布局之中 这个布局 开始大家怎么会注意到呢 对吧 一个福和平 一个刘国中 刘国中 跑过来 从吉林省 省长任上 掉到陕西 陕西 当了省长 而原来从西安区处的景正海 成为吉林省省长 他们有趣的这种 职务的关系 当然 景正海不是从陕西直接调过去的 它是从中宣部 那个职位调过去的 但它原来根据地 还是陕西啊 对吧 而在陕西原来的一些官员 现在成为了 有的成为了 天津市委书记 天津市市长 天津市市长 对吧 在工商局待了九年 也是陕西支持的 对吧 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 调走了 就是 吕清俭 调到 调升了 他这一次可不是在陕西 升上陕西省委书记 而是到江苏去当了省委书记 咦 升了官 对吧 是否是平安了 是否没有问题了 而赵正荣呢 这个时候呢 有自然的 按照正常的省委书记的安排 到了全国人大 当了一个内务司法委员会的副主任 好像这一切都顺利成长 而且在这个时候 来了一个 从浙江 过来的 一个省委书记 福和平 哎呀 因为他在浙江啊 也是杜杜军 杜杜军 他当然去熟悉一下浙江系统的情况 对他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他后面有一个 非常闪亮的关系 那就是陈西 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 清华大学的清华邦啊 可不是 当年的朱英吉之后的清华邦啊 那个时候的清华邦啊 还是彼此只是同一个学校 毕业的 同学而已 武邦国 黄菊 朱英基 等等一系列的 这种关系啊 还能不能爬得上清华邦啊 去喊了说 但是现在的清华邦 北京市长陈奇雅 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 中组部长陈西 大家还看到清华邦 是真正的清华邦的时代了 他平到了陈西的时候 大家也没有觉得是这样 也就是来杜杜金嘛 胡和平也没有看见到 在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任上的时候 又怎么样怎么样 当然 他只要是陈西的人 只要是习近平的人 那就是等着这么一个省 来杜杜金嘛 没有想到 把陈西省拿走 把这个刘国中过来 把这个胡和平过来 是为了稳住正教 先能不能稳住多少 先不知道 但是至少是我自己的人 到了这个地盘 我到了这个地盘 我已经有了我的法理的基础 来进行这个法理 就是党里的基础 党里的基础 来控制陈西的地盘 然后这个时候 我再盘一个人来 这个人是谁 徐立毅 徐立毅啊 他是温州人 他来自温州 他在温州的人都非常熟悉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是谁啊 刘英啊 刘英1942年 在温州撒害 实际上他是江西越境人 跑到 浙江去搞地下工作 成为了浙江地下的省委书记 但是被国民党不该抓住了 共产党自己叛变自己 然后 让刘英撒掉了 后来刘英有一个 是姨父子吧 叫刘希荣 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生 1942年 我也不知道刘希荣是哪一年生的 是姨父子还当时出生 总之刘英有一个孩子叫刘希荣 刘希荣后来在温州一步一步发展起来 因为他有劣势子力的这个背景 加上 又是浙江的这样一种背景 慢慢就提升成为 什么人物呢 中纪委副书记 魏京型的副书记 后来到了吴光正身时期 还是中纪委副书记 他呀 在中纪委任上表现比较平庸 但是他有一个秘书 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就是吴小晟 吴小晟 但是刘希荣这个同志 他连自己的面书最近都没有保得住 但是呢 温州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个中纪委副书记 这个副书记 可是不一样了 当兵出身 也是喜欢一点笔杆子 跟这个 赵正荣其实也差不多 赵正荣也是靠笔杆子 后来有机会读了中南抗野学院 后来一步一步这么爬身上来 成为一方的省委书记 而徐定义呢 也是靠一个笔杆子 慢慢这么爬身上来 爬身成为 这个浙江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还是部长 后来当中成为副部长 后来成为省委的副民议长 主管 这个 省委副民议长 主管这个信访工作 还当过浙江省的信访局局长 按照他的这种背景 资历 也就是在那个天主机任上 退休就拉倒了 没想到他们的 来了一个省委书记叫习近平 后来他跟很多的浙江这些 本来他们的 应该到第17干部为止的人 就有了机会要省 当时把他安排到 一个莫名前面的单位去了 开始是到国家信访办 当一个副主长 那个副主长也就是 一个天主机干部 对吧 但是跑到中央文明派 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单位 解决了他一个副部级的问题 然后这个副部级 就把它弄到中办 其实到了中办以后干什么呢 当的是轻炸大臣 以中纪委的名义 当这个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 集锦组组组 实际上成为损失员 代表习老大 到几个比较重要的省市去损失 其中第一个 主要的一个就是 北京 北京市 在北京市委进行了一个调查以后 他写了一个报告 那个报告就是 对郭景龙同志很不利 结果没想到 郭景龙同志很快就下来了 毕竟这个老郭同志 也没有什么本事 没有什么能力 在北京也没有建立太多的势力 暂时先把它勾到一边 但是这个许令一跑到 跑到 跑到 跑到重庆 那就发现 孙中才的问题就严重了 所以对重庆市委 当时他做的 巡视报告 那就是给后来拉下 让郭景龙被 撤击取代 甚至后来 拉掉孙中才 许令一是滴下了汗毛功劳 其实他也只是 知道 这些人 无论是北京的问题 还是重庆的问题 哪里是徐立一这么一个神述人 就可以来查的呢 只是上面的人需要这么一个报告 对吧 那徐立一同志顺利地完成了这个报告 对吧 所以孙中才就这么拉下来了 拉下孙中才 孙中才哪里是个腐败的问题啊 对不对 当然是挡了很多人的路嘛 或者是要抢位了很多的位置嘛 所以 政治野心 是 拉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衰得 深圳才的一个庚优 一个根本员 诶 许令一有了这个功劳 所以他一下子在19大上面 就成为了中纪委的副书记 这个副书记是温州人 又跟刘锡荣一样的 是中纪副书记 但是历史注定了 那一个刘英的孩子 刘锡荣 无所作为 而今天的温州的 这个 许令一 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时候 派他去查这个 陕西的问题 这个秦岭别水的问题 而且给他一个特别的头衔 不是中纪委副书记 而是什么 而是这个 中央什么军项整治 什么小组的组长 他明确地跟大家讲 这个跟赵乐阶没关系 这个跟随随随没关系 他直接地清朝大臣 直接地向西总书记 报告 所以你看看 当时候把罗清洁 调离西安 当时候把景正海调离 陕西 当时候把 赵正荣 让他去退休 安排了 然后要赵乐阶 过去 你看 有的人还说习近平 2019年围局 而习近平在如此同时 玩围棋 建立了一个包围之局 而这个包围之局 就是正在陕西 而来 前面讲了 深人才 下来 是因为深人才太年轻 深人才 政治野心太重 那现在从陕西区区区的人里面 赵正荣 还有什么野心呢 最有希望的 从年龄的程度来讲 从政治能力的角度来讲 从政治根据来讲 赵乐际的年龄 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是啊 而赵乐际现在在陕西的 他的后月子出了这些问题 赵乐际要承担多少责任呢 至少有领导责任嘛 至少使他脸上无光嘛 但是这个围局下去 是到此为止吗 指使魏明州吗 指使西安的市长吗 指使魏明州吗 指使魏明州前面的西安市 市委书记要升什么东西吗 现在陈国墙进去了 然后择四虎进去了 还有那个陈俊 那个商务市委书记 一系列人进去了 还有哪些人进去了 现在谁都不知道啊 而且大家觉得以前 有了一个赵书记 进京成为了先是中总部部长 给大家乌刷帽 后来谈了中纪委书记 又变成保乌刷帽 但现在才弄不清楚 这个赵书记的关系 是有利于自己的安全 还是不利于自己的安全 现在 在这一场新西安市变中间 西安的人都闹不清楚了 但是西安的故事 肯定还没有结束 因为新西安事变 还没有解决 这些剧啊 也有可能有几个月就演出来 突然有更大的系统出来 也有可能还拖很长时间 但是习近平啊 整是被一些人嘲笑 说他读书 有这个那个问题了 工论兵学员问题了 等等等等 但是忘了 在他的同学中间 有一个围棋高手 三平 刘薇平在军队 现在不知道干什么了 是否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另外一平 虽然 也不是个正常人物 但是 他是一个围棋高手 叶薇平 所以习近平啊 听说也会下围棋 至少他在政治上下围棋 还是可以的 至少下了这么一场围棋 有一些人事的调整 有一些人事的变化 在我们看起来非常庸俗 也非常平平 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几年以后才明白 原来 还真是在下一盘大棋 好了 点点今天事 就点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接下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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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